长途旅程往返搭高铁最省时 只是用金钱换时间 票价难免比台铁还贵了些 幸好一波三折的高铁才敢按 在21号终于过关 未来将调降票价 原本台北到高雄1630元 最快12月变回原本的1490元 真的是很好 因为我每个月至少有一趟至两趟回高雄 我是觉得贵 就是他这样的动作 我应该就是所谓的无感 这波价格调降当然也包含 之后新设的站点以台北出发为例子 到苗栗的票价从475元变成430元 彰化则是省下80元 云林站也有优惠 但并非人人都买账 新开的你苗栗站或彰化 可能用的实用率不高 对不对 高铁其实就是要便利 节省时间 假如高铁弄到跟志强号一样 我看没人做 比如说外国人来 他们也常常可以利用高铁 他们觉得高铁蛮方便的 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吧 多三站如果搭的不是直搭车 原本台北到高雄六站全停 花两个小时 未来则在多18分钟车程 但票价却没跟着更优惠 也引发讨论 主要设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服务的地方 能够搭高铁的民众跟女客 其实来讲就是说 我们高铁在计算整个的一个成本 它是用我们的营运的里程 来做计算的 高铁才敢过关 尽管让票价降回调涨前水准 但高铁多了三站 车程变长 票价却没跟着调降 难怪IP还是不公平 记者陈家豪 谢维 台北报导 接着 instant 小神 열�